昨天台湾社区一口气出现 六例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确诊病例 而且分别在新北跟宜兰爆发 虽然指挥中心初步异调 认为跟华航还有诺富特群聚事件 并没有直接的相关 不过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的委员 李秉颖医师表示 依照时间跟地点的关联性来看 两起本土事件跟华航事件 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可能是有社区的传播链 最坏的状况就是一名个案 一传三 三传九 如此一来不到一个月 可能就会增加上千名的病例 他也坦言这波疫情是很大的危机 不过现在进入夏季 病毒传播力会再降低 民众只要勤洗手 戴口罩 还是能够有效消除这次的疫情危机 台湾社区一口气暴增 六例感染源不明的个案 也让外界忧心台湾防疫破功了吗 对此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 李秉颖医师这么看 去年我们十次的社区感染都控制住了 所以这次的感染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它不是锁度 不过就是说我们 就是要加强我们的防疫的关联 坦言这波疫情是很大的防疫危机 虽然指挥官陈时中说 目前这六例个案初步疫调跟华航 和诺富特群聚事件没有直接相关 不过李秉颖倒不这么认为 他依照时间跟地点的关联性来看 推测新增的这两起本土事件 宜兰有一场五人还有案1203民间团体的成员 跟华航诺富特群聚事件有相关性 不排除是华航诺富特染疫的个案 匡列时有遗漏 可能是个案检疫时四天后才发病 或是无症状感染者 在可传染期间在社区爬爬灶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社区潜藏其他感染源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去看病毒基因系列的分析 如果两个事件它的病毒基因系列是一样或类似的话 就可以讲说它可能是同一个来源 否则的话我们要去继续追查到底其他地方 是不是还有local 李秉颖也表示最坏状况是染疫者一传三 三传九 那一个月内就会增加一千多个病例 所以得努力降低R0值 也就是减少传染数 现在也进入夏季 病毒传播力会再降低 民众只要勤洗手戴口罩 还是能有效消除这次的疫情危机 这是陈利林全建国特别报告